哈喽,今天的不专业香瓶呢,为你带来的就是 Parfondi Mali他们全新的这一款 Eltair的香水 如果有在关注这一瓶近期非常热门的香气 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就一定要继续看下去咯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 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 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没想到有今天这一支影片吧 Parfondi Mali的这一瓶Eltair的香水呢 近期真的非常的热门 那我自己闻过以后呢 可以先剧透了 我是非常享受的 于是我想 说不定你们也会想听听 我对于这瓶热门香水的一个感受吧 于是就有了今天这一支影片 那Parfondi Mali他们家呢 无疑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沙龙香品牌 他们家我入手过的或者我试用过的香水呢 绝大部分我感觉都是把这一个大众讨好度 与一个香水的品质或者奢华感 这两方面做得非常好的 如果撇除开他们的价格的话 我是觉得他们家的气味 是一个很好的沙龙香的入门 更准确的说是这种奢华的沙龙香的一个入门 在他们家呢更是有好几瓶尽管高昂的价格 但依然值得拥有的一些香味 而且Parfondi Mali他们家除了Delina以外呢 我个人是真心更享受他们南香系列的 因此我也会说虽然Parfondi Mali他们是有分开 南香与女香的系列 但你真的不需要因为这样子 而为你想要尝试的香水设了界限 只要你喜欢你享受这个气味 管它装在什么瓶子里面 你穿上它就是你的气味了 而我在他们家除了Delina以外呢 我是绝对更享受他们南香系列的 尤其是今天我要来聊到的这一瓶 他们全新的Altair香水 这瓶香水我在新品情报的影片当中也聊到了 不管是香水瓶外包装的这一个颜色 还是看香彩表里面的香彩 我都觉得是蛮吸引的 看到里面的肉桂、香柠檬、懒香脂、Vanina香草等等的 也会感觉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在秋冬天来穿上的 明显具有美食调感觉的一个香气 但我没有想到我闻到它以后有这么的喜欢 我甚至可以先说了 它会是我目前闻到的最最喜欢的 明显具有生姜气味的香水 整瓶香水呢 会先从生姜榨出来的姜汁 配合上这种Ginger Beer 姜汁啤酒的 一个具有气泡感的香气作为开场 那如果说到Ginger Beer或者Ginger Ale 这一些姜汁的汽水的话 可能你也会马上想到了 之前我也有拍过独立香瓶影片的 Golfian Banks他们家的 好像是叫做Ingenious Ginger吧 那一款香水的 的确那瓶香水也是充满了Ginger Ale 这一个姜汁汽水的香味 而且Ginger Ale的香气呢 更是在那瓶香水当中能维持非常久的 反而在这一瓶香水里面 这种姜汁汽水的香味 它只是在刚刚穿上的30分钟到40分钟的时间 你会比较明显能闻得到 但是它们两个的Ginger Ale的香味是不一样的 我会说Golfian Banks那瓶香水的Ginger Ale 是真正的很清澈的解渴的Ginger Ale汽水 但这一瓶里面的Ginger Ale呢 它是有气泡感 但你会感觉这里面 首先姜汁的比例要更高 更辛辣 同时它还会有着汽水原姜的那种浓稠感 这种原姜的气味 也是让它更适合于秋冬 那慢慢的随着这一个新鲜的姜汁 配合着Ginger Ale的原姜的这种香味 慢慢减退以后呢 随之而来的就是 仿佛是糖制过的生姜 配合上肉桂 Vanina香草 再结合上橙花与懒香汁的这种香气 这个气息也完全让你仿佛闻到了非常浓稠的 甚至有点像是炼乳质地的 添加了辛香料与姜汁的奶油 散发出来的气息 这种气息会牢牢地扒在你的皮肤 衣服上面 仿佛让你多了一层甜美的肌肤 也是让我在四川它的过程当中啊 忍不住一直去绣我自己的手臂 去绣我的皮肤 那整体香水的基调 或残留在你的衣物啊 皮肤上面的就会是辣辣甜甜又非常温暖的 玉创木配合着龙咸香带来的木质调 这个美妙的基调呢 更会是让你走过的地方都留下余香的 因此呢我也会说 这瓶香水除了气味以外 它的扩香与持香能力也是让我非常惊艳的 真的不需要喷太多 这瓶香水我喷四到六下的情况下 两个小时之内吧 我感觉伸手的距离 别人都能清晰地闻到你身上 这一股甜甜又暖暖的香气 那如果有喷在衣服发尾的话呢 八九个小时回到家以后 我脱下我的衣服上面的气味 还是蛮明显的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我会强烈地建议你 如果想要尝试这瓶香水 你必须把它喷在你的皮肤上面 我在购入它之前呢 是乖乖地去了两次试香的 我的朋友们呢 他们单纯闻试香制 并没有觉得这个气味多么的吸引 但当它结合到身上的温度以后呢 散发出来的气味 它们反而是觉得更吸引人的 我也是感觉这个香味 它给你凝造出来的这一种 甜蜜又性感的香气bubble 才是最吸引人的 而我自己穿戴下来呢 我也感觉这瓶香水 是完全无性别的耶 女生们如果你也是享受这一种 琥珀香草的香调 或者喜欢这种辛辣感 生姜为主题的香水 这瓶香水你真的可以大胆的尝试 我相信它绝对能给到你惊喜哦 我也能看到自己在未来的日子 绝对会蛮长 也很享受用上这瓶气味咯 整瓶香水是有甜味的 但它整体的甜度呢 十分满分的话 我会觉得只是三到四分 绝对是一个亚洲人或者男生们 都很自在可以去驾驭的一个香气啦 好这个呢就是这一次 Perfume de Marley他们全新的这一款 Eltair的香水 那不知道你又有没有闻过这瓶辛香气了呢 或者你最享受的 想要向我们推荐的 具有姜汁气味的香水 又是哪一瓶呢 都请留言来分享给我们大家咯 让我们可以通过你的文字了解更多 那也希望今天这个小小的影片呢 对你选择产品上面有一定的帮助吧 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给我一个赞 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